大家好,我是阿刚,今天走错路了,现在走到萨迦浪这里 刚才有碰到警察在封路 然后他应该是有看两个人就会拦着你,然后盘问你一下 看我一个人就没理我,一个人都放行了 两个人他就要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个信什么东西的 我看他在这翻翻的 然后我就转转转,就转到这里来了 我身后是一个叫气锅家常菜的餐厅 走到这里我看他的名字比较好奇 所以说我准备尝一下 后来看的叫锅气,不是气锅,是锅气 他前面这些是做鱼的 他这个鱼是印记的,这些是做法 有的鱼不同的鱼不同做法 因为我就两个人吃 所以说我选了一个小的可以按份卖的 他这个叫普鱼,也叫魔鬼鱼 做法是咸菜闷 我问他好吃吗,老板说好吃 我的活鱼的态度,你说试试吧 这个后面都是普通的家常菜了 主要就是鸡,鱼,虾,还有肉之类的 大概二十十块钱 在这个附近有很多餐馆 你看在这边叫泰餐的,是叫泰爽了 名字写的不错,挺好玩的 这边有冰层的小吃 前面还有瓜拉雪兰鹅的海鲜 这个绿色的牌子 这里是一个韩式的料理餐厅 前面这是一个小的超市吧 现在打包完了,连饭袋的水一共六十块钱 回家验证一下好不好吃 那个咸菜闷 我头一回听是吧 现在我到家了啊,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印尼虾 五只二十块钱,一只四块钱 比较大一点的啊 跟那个图片不一样啊 图片是带很多汤的,看着像咖喱的 这个是没有汤的,可能是打包怕撒吧 这个就是蒸鱼 蒸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水呢 那我理解的蒸鱼跟马来西亚的蒸鱼不一样吗 清蒸的不会有这么的汤啊 这个感觉跟炖的鱼似的 还有就是我点了两个大饭 但是他就给我打到一盒 这一盒是一个大饭呢 还是撞到一起的呢,没理解 这个是昨天的印尼虾 一共五只,我西边就吃了一个 然后咳嗽的不行了 之前都是我给他拔虾子 居然没我都不会吃虾了 昨天晚上没怎么拍视频哈 因为炒了一架 我终于知道这个锅气是什么意思了 就是气人的意思 没吃饱就气饱了 所以说不用打包那么多饭 我不知道他这个两个大饭装一盒 还是什么个规矩哈 但是这一盒饭我们肯定是没够吃 我不知道是给少了还是就这么多 那等我有空我去问一下 因为饭不够吃嘛 我准备煮一点面 然后他那个中午又没吃了的捐饼嘛 然后拿出一种那种同甘共苦的感觉 然后跟你说 这个饭够了 然后加上这个捐饼就够吃了 然后这个我一看就不够吃 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 你说家里又不是没有饭 又不是做不了 你怎么可能搞上这个跟他没有饭吃似的 然后还需要同甘共苦 哇塞 然后我就很不爽 然后我就跟他说 说说说我俩就炒起来了 哈哈哈哈 即使他那个没有吃的哈 那个米煮一下搞成粥之后也能吃饱啊 我还需要同甘共苦吗 感觉哎呀 用的不是地方 然后搞的我俩都很生气 然后就炒起来了 这个是我昨天喝的赠送的零度啤酒 这个不再多数啤酒哈 喝不多没啥意思 昨天吵架吵的第二天了 一晚上没怎么说话 前天我俩也吵了一下 我们打包用的泡沫哈 我放门口了 因为屋子里面没有地方放 然后进来就比较挤 特别小嘛 比较挤 我媳妇想让我拿进来哈 但是他如果跟我说 东西放在门口很挤 进来很不方便哈 那我就拿进来想想地方放哪 但是他不是这么跟我说 他跟我说 哎呀你快拿进来吧 别到时候晚上有人趕着点火 放火把房子烧了 我的这我就很生气 你说脑子有病 说了这种问题嘞 哎呀我这受不了 脑子不好 谁脑子不好 是是放火 那个脑子不好 还是你想的脑子不好 还有人干这事 我是理解不了这个问题 昨天晚上做梦哈 我都回中国了 因为我有事情要回中国 什么时候要到期了嘛 要更新 梦着我都没隔离 直接去办完证 办完证才去隔离 很方便就办完了 昨天那个鱼哈 我直接拿那个鱼汤煮的面 然后吃的就是酸辣的口味 也不做多评价了 传着昨天挺不开心的 我那个结果那一盒饭哈 我俩都没吃 我一会可能吃两口 然后吃了一个虾 咳嗽了 然后把它呛着了 没我 他吃虾都吃不明白 以前都是我给他扒 他直接吃肉 这回把虾皮的自己都不会吃了 哎 本来这条视频是不想发的 后来想想 钱都花了 我应该创造了点价值 所以说就把不开心的也说一下 这个是我煮的印尼虾的面 这印尼虾面哈 就是淡淡的咖喱味 可能是放水的问题吧 但咖喱味就没有那么浓了 吃着还比较舒服 印尼虾的面条吃完了啊 总结一下是这个虾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餐厅我是不想去了 比较生气 锅气气人 那我们东北哈 一般都这个或者是乌酱榨菜哈 王子和豆腐去配饭吃咸菜 如果没有菜的话 给我们自己的品牌打个广告 嘿嘿